今天是2022年9月30日 快必文字獄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756日 今天我們也收到快必的一封簡單回信 他說9月居然回了6次信和 他收到大家寫給他的心意 也希望大家聽到他的心聲 加拿大的Ronnie Lee Thanks for your letter and jokes again It makes me laugh to die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多謝你用英文寫信給我 還寫了一些笑話 笑死我了 這個月我也看了小樹劇出的笑話書 好好笑笑死我了 千千寄來香港夜景的postcard我收到了 一個又有法治又有自由的城市 實在太美好了 好到捨不得走 向山舉目9月頭的信和圖 今次都收到了22日收到的 加上一疊梅濟文 長白山野話的文字 好有我之前看梭羅 湖濱省記的feel 有關靈巧橡蛇 順良橡甲子的經文 我之前有沒有說過呢 今年年底至明年2023年 我會說的 大家密切留意 我有一位去了利物浦的朋友 寫信給我 告訴我 如何和舅舅家人 千辛萬苦地離開香港 去到英國喝一口人生最好喝的咖啡 因為已經完成了一個階段 第一件事的滿足 我完全可以想像到 並且非常期待可以和英國的朋友一起喝啤酒 我妹妹寫信告訴我 香港知有 知是芝加哥的知 有很多人都支持香港坐在冤獄的人 還特別告訴我 有一位叫Mo Yan的女士 很關注我們 是冤獄中的船員和我 Mo Yan 多謝你 你令我們知道 我們並不是一個人 面對這些冤屈和苦難的 先幾天有一位神學院老師 布德培牧師來探望我 她問 我是如何支撐著這兩年 和之後那幾年的呢 我跟她說我不是一個人 是一整個在外面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是一個群體和她一起受苦 而我們的苦 又與俄羅斯被迫上戰場的人 連在一起 亦與烏克蘭民眾苦難連在一起 亦與緬甸的政治犯 阿富汗、伊朗苦難中的女性連在一起 世界的苦亦是上主的苦 亦是我們的苦 在苦難之中見到人性 不感受苦難的人其實是沒有人性 咦? 明明只是想回信 為何好像寫港章似的 說開寫港章吧 明天是10月1日 是眾樂教會11週年 快必特別寫了一份港章 將會由布牧師代為讀出 今次的節期就是動物崇拜 歡迎大家帶著動物家人一起去聽到 時間是晚上6時至7時半 地點在佐敦道4號九龍有靈堂 在這裡我們又分享快必讀贏 看看他最近看什麼書 之前看過杜斯托也夫斯基的死屋或地下室手記 我就叫他做冤獄手記 覺得貼切一點 這本書其實就是用一種記者式的旁觀手法去描寫慘況 我有點頂不信 我有一位不有B師就很喜歡 我麻麻了 今次他特別介紹 還送了這本巴黎倫敦樂卓記給我 我就挺喜歡 這本是George Orwell的作品 即1984動物農莊那位作者 他是1903年至1905年來到地球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 但未經過第三次 我喜歡這本書 因為當中記錄貧窮人慘況都不失幽默 最悲慘的慘況 不是你描述到那些人有多慘 而是你夾在其中的哭笑不得 求生求死都不能 這些是最真實的生命狀況 太幸福的生命有時太輕 令人承受不了 太重也無所謂 終究一死 被判死刑的人是最自由的 這句是卡苗在異鄉人中說的一句說話 我有一位中童 原來都很喜歡卡苗 他寫信來告訴我 他有一個異鄉人書中類似的經歷 認識了他40年 今天才知道 我都很喜歡卡苗 說回巴黎和倫敦樂確記 主角我 就在巴黎和倫敦那裡 經歷貧窮和捱我 作者說 你發現一個人 只要吃了一個星期 人造奶油和麵包 已經不能再算是個人 只是胃上加一些附屬器官 我覺得很幽默 悲慘幽默 好像差里卓別玲的電影 也好像那套奧斯卡最佳電影 一個快樂的傳說 作者認為 飢餓令人衰退至一種 完全沒有脊骨沒有腦袋的狀態 因為飢餓而沒有脊骨 沒有骨氣又沒有腦 那到底是否一種真實的生物形容 或是一種更真實的真實比喻 我們看看今天的香港 今天的立法會 今天的教育和今天的教會 令我喜歡巴黎倫敦樂卓記 還有因為當作者描述一些親身遭遇的時候 他的不調是異常冷靜 毫無致遠、致癌的性分 客觀到好像新聞報道一樣 不加任何批判 最高境界的小說 加故事加新聞三位一體 難得當中還吻含了幽默感 在巴黎作者和朋友 波力克、Boris 應該是Boris Johnson的Boris 他們兩個 在巴黎的大酒店、廚房裡 找到一份工作 做洗碗雜工 更由內至外去探討人類的存在本質 毫無意義的勞動 做不出任何改變就是奴隸 他還質疑為何現在社會還有奴隸 讓我回答George Orwell 在今日香港多的事 而且是高級奴隸 欺壓中級奴隸 中級的又欺壓基層 直至意外死了主懷安息 作者問我們的生命有意義嗎? 坦率面對我們悲負一生 無窮奴役 壽命又這麼短 我們生下來 只獲得欺負好 不會餓死的口糧 直至劉進最後一滴血荒憂 一旦變成無用的廢物 立即遭受殘酷的徒宰 如果你年輕時 有幸在巴黎住過 這樣巴黎將會跟著你一生 這樣說就好像我讀 台灣中同給我那本書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有些事會纏繞人一世 讀完這本《巴黎倫敦落確記》之後 你或許會認為 坐冤獄可能幸福過在巴黎倫敦落確 在巴黎作者做過集工 過奴隸一樣的生活 到了倫敦 他還直接淪為流浪漢 過著乞衣一樣的生活 你可能會問 好地地在巴黎打工 為何去倫敦呢? 因為有個倫敦的朋友 說那裡有好工給他 但去到當然是被人放飛機 就好像那些最近賣豬仔去泰國 柬埔寨一樣那麼慘 不知道那些香港人回來沒有? 說回這本書 作者因此淪為流浪漢 倫敦篇是他揭露 游文即流浪漢和乞衣的生態 倫敦都有露宿者之家 作者大量描寫這些公共宿舍裡的慘況 設施簡陋衛生惡劣、龍蛇混雜 充滿貧窮、病和老 而且教會辦的所謂慈慰事工 作者很幽默地說 一旦你的收入降至某一個水平之下 人們就理所當然地覺得有權向你報道 為你祈禱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基督教會的行事手法 我只喜歡這個部分 總之全本書都充滿著幽默 有很多反省值得大家思考 例如他說 人們以為失業人士只是擔心失去工資 他們錯了 工作習慣深深地藉在人心裡 他需要工作多於需要金錢 他其實擔心不能打發時間的途徑 令我想起香港人很喜歡上班 打完風立即攀山月嶺都要上班的畫面 很可悲但又很幽默 又例如他說 正規的會眾只有幾十人 大部分都是受削的老虎人 令人想起那些熱水攀主角的家琴 哈哈 這句我笑了幾天 又 mean又正 Super like 他又說 挨窮後我領悟了三兩件事 我不再認為所有露宿者都是醉酒惡棍 我不期待黑蓋會感恩我施捨他一元 也不驚訝失業者欠缺精力 也不會捐款給救世軍 也不會他收別人遞給我的廣告傳單 我不會去豪華餐廳吃大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呢 大家最近看了些什麼好書好戲聽了些好歌呢 趁周末希望大家一有時間 就繼續寫信給快必和他做不友 你們的信是快必豐富的精神食糧 如果還用色彩繽紛 又有卡通的靚靚信紙寫給他 他會更加happy 至於未寫過信給快必的朋友 就真的不要害羞了 趕快拿起紙和筆 寫封信和他聊聊天 不過提醒一下 不要有貼紙、閃粉、3D突出的總和情教廚不給 來信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寄信給私叔的話都可以寄來這個地址 尋人之前預訂快必記事寶的香港朋友 有這四位 Srum,S-H-U-M,Water,King和W-A-I-Y 你們的記事寶打回頭 我們已經拿回 不過一直無法聯絡你們 麻煩盡快訊號去96151395和我們聯絡 之前錯過網上預訂的朋友 現在還想買的話 暫時以下有兩個地點 還有少量的記事寶 大家想買的話 去之前可以打電話 檢查有沒有存貨 那兩個地點就是九龍旺角如一門市 即是前旺角南 珠江偉區議員的一個門市店 地點是旺角W Plaza 312號鋪尼敦道608號 總統商業大廈電梯上3樓 營業時間是下午2點至8點 逢星期二休息 電話是59382671 另一間就是新界大埔大叔辦館 是前大埔區區議員機場大叔陳振設的地鋪 地址是大埔混頭街90C號 C2地鋪龍騰國 營業時間是 早上10點至晚上10點 電話是98863263 還有台灣的朋友 你們有福了 大家可以去台北的飛地書店 還找到快必的記事寶 數量不多 首發有首萬無 飛地書店的地址是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 170至2號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